各位网民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大数据 大数据在这几年是一个很Hit 和很Hulk的词汇 但是很少人用很通俗的东西 讲大数据是什么 如何去应用 为什么会有这么重要的东西 没什么人说 我尝试用一些比较显浅的方法 分享一下我对大数据的看法 讲大数据之前 我想讲一下教育 因为大数据和教育很有关系 香港的教育或者很多的教育 都是用一个背诵 或者是一些重复的东西 去考虑对书本上的认识 其实这些大部分 都是一些考试的技巧 或者是考你们的记性 一本教科书 你看它一百次一千次 或者一些题目 你做它一千题 那你一定会认识一定会得到A 但是你是否有那个真意 会领略得到呢? 未必的 其实我读书很笨 因为我喜欢跟读书去看 我是想尝试每一科知道的真题 所以我考试成绩是不好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想讲 哈佛讲教育或者讲学习 就是讲 learn how to learn 就是你学习如何去学习 你学习了如何去学习 其实你就是会得到知识的 香港的考试的评分制度就是 错了会扣分 那就是说 其实是不鼓励你出错 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深蒂固了 在每一个学生里面 但是这个现实世界里面 是整天都会出错 那出错是不要紧的 只要你出错之后 你去修正 走回正的路 那其实你就是会成功的 那讲了教育 你听完这件事 那跟大数据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大数据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数据 够多的话 其实我们犯错的几率就会少 成功的几率就会大 所以为什么数据对于我们来说 是这么重要 以前我们做一些市场调查 就拿一份问卷 几十元给一个访问的人 可能给一张优惠券 让他接受两个字 或者三个字去访问 在那里剔 问他一堆问题 剔他一堆问题 就让他知道消费者的看法 那现在其实呢 不需要再重复这个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有手机 有电脑 其实你看手机的时候 背后已经拿了你喜欢看的东西 比如说 我喜欢买衣服的 原来我们按来按去都是一些军衣 按来按去都是西装 就知道 原来军衣和西装是一个很热的题目 原来热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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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生产商 或者是 生产商 或者是那些做市场的人 他就知道 原来这个是一个潮流 那他就会生产这些东西 或者是 再运用他的KOL 或者推这些东西 那现在的大数据的应用呢 有部分是用在这里 另外一些呢 就是说 我在你去看的时候 知道你浏览些什么 譬如很简单 你看哪些 你喜欢看字画的 你喜欢看一些艺术品的 那他去旅游的时候呢 他自然就会推一些文化的参观啊 票啊 或者是讲座 推给你 那这些其实就是 背后大数据出来的东西 那大数据 就在那边拿来 那刚才说了 是想避免犯错 那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自己受的教育呢 就是不容许犯错 其实是几大一个 叫做什么 对抗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 要去想的事情 尤其是新经济 是犯错的机率 不会比以前少 虽然有了大数据 因为 新经济是快到 我们不知道 会变成什么样 就是 一百年前 还有倒夜香的行业 然后你 十凌二十年前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样东西 叫做YouTuber 不知道 有样东西叫KOL 但是今时今日 发生了 如果有些 有前瞻性的人 他可能会猜到 十几年后 会是怎样发生 那现在的人 大概会知道是怎样呢 以后是 可能是没有 雇员和雇主的关系 大部分都可能 是一些叫做 自由工作者 在美国已经很流行 这件事 接下来 在香港也会很流行 就是用一个 自由工作者的形式去工作 还有 你是会有很多 slash 一个专业 是不足以 养活一个人的 要很多种功能 multi task 才可以令到一个人生存 今天我想说的 就差不多了 拜拜 优优独播用 优优独播用